大家好 很多學習爵士鼓的人有個共同的困擾 就是家裡沒有鼓要怎麼練習 有些人會選擇去租用鼓房 例如在你學鼓的教室有鼓房可以出租 但是一來是你要出門很不方便 二來是鼓房也不是隨時有空 可以讓你想練就練 又特別是像最近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 最好是在家裡面乖乖的待著不要出門 無論是疫情期間或者是平時 其實最好的練習地點就是在自己的家裡 但是對於家裡沒有鼓的人該怎麼練呢 最完美的情況下就是在家裡面搭建自己的鼓房 但事實上鼓是非常的大聲的 有音量的問題 還有就是器材跟隔音的費用非常的昂貴 以及非常的占空間 你會發現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在家裡面搭建自己的鼓房 另外一個選擇就是電子鼓 電子鼓它一樣有個缺點就是價錢比較高 優點是可以控制的音量 但是仍然會佔用家裡面一些空間 在手感方面會有一些疑慮 有些人不喜歡電子鼓打在橡膠或者是打在 布面網狀鼓筆上面的手感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電子鼓的 但這個部分可以日後再聊 今天這支影片裡面我要介紹的是打擊練習版 又叫做打點版 這是我認為最適合居家練習的工具 在某些角度來說 它在家裡面練習的功能甚至會比 鼓房裡面打鼓 或者是比使用電子鼓還要來得好 打擊練習版有一些優點 第一就是價錢非常便宜 第二就是非常安靜 音量比較小 第三就是可擴充性 第四點也是最重要的 打點版幾乎可以滿足所有的練習需求 所以不要以為打點版是妥協之後的選擇 事實上它可以做到電子鼓跟傳統的升學鼓 都不容易做到的訓練效果 今天這支影片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要介紹幾種在市面上常見的打點版 我要說明這些打點版的特性以及使用方法 第二個部分我要依照幾種不同的練習需求 來介紹打點版的配置方式 第三個部分我要介紹打點版有哪些配件可以選用 讓練習的功能可以更加完整 第四個部分我要說明在居家使用打點版的時候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項 首先我來介紹一個我使用了最久的打點版 就是畫面上裡面看到的這一個 Real Field 這個打點版 我已經用了十幾年了吧 也許快二十年了 這個打點版兩面都是用橡膠 那橡膠有不同的硬度 像它白色的這一面是比較軟一點的橡膠 黑色的這一面是比較硬一點的橡膠 那比較硬一點的橡膠彈性會比較差 然後聲音會比較大聲一點 軟一點的橡膠聲音比較小彈性比較好 你可以透過這兩面不同的彈性去做一些手感的練習 這樣的打點版可以放在腿上練習 或者是放在桌上 放在茶几上面 有的時候我旅行出去表演的時候 我會帶著這個打點板 因為它不需要架子 但是你需要一個可以放置的平面 另一塊打點板 是我手上拿的這一塊 ISBN 的打點板 這一樣是小型的打點板 它是有單面 材質一樣是橡膠 我手上拿的這一塊是暗紅色的 那有藍色白色有其他的顏色可以選擇 跟它的功能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背面有一個螺絲孔 這個螺絲孔的功能是可以鎖在架子上面 有些這樣子尺寸的打點板 會直接在銷售的時候附上一個簡易型的架子 我個人沒有非常喜歡那種簡易型的架子 但是這個螺絲孔非常的有用 因為可以把它鎖在銅拔架上面 當它鎖在銅拔架上面的時候 就可以選擇比較多不同的角度跟高度來演奏 也試一下它的聲音 我自己最常用的打點板 是這一種大型的打點板 像我手上拿的這一塊 ISBN的大型的打點板 這個是我比較常用的打點板 這樣的打點板在打擊的時候 感覺比較像在演奏小鼓 但是選購這樣的打點板 最好搭配一個小鼓架 因為有小鼓架子架著 坐著打的時候感覺非常的舒適 當然它也可以放在桌子上來使用 或者是平放在你的腿上來練習 在它的背後貼了一層高密度泡棉 有高密度泡棉的好處是 當它放在堅硬的表面 例如有玻璃表面的茶几 或者是比較堅硬的木頭桌子上面的時候 提供這個緩衝 比較不會跟桌子敲擊 產生一些雜音 至於沒有高密度泡棉款式的打點板 你只需要在打擊的時候 在桌面上放一層疊起來的浴巾就可以了 減震的效果甚至更好 另外就是這樣大型的打點板 還有個好處就是 可以直接放在小鼓上面打擊 可以稍微聽到響弦的聲音 至於小的打點板 放在小鼓上打的時候 因為它的面積比較小 有可能會在小鼓上面跑來跑去 我覺得不太方便 現在畫面上這個打點板 也是我使用非常久 有十幾年的歷史了 這一個是Vic Buds的打點板 特色是它是雙區的打點板 像剛剛你看到Real Fill的那個打點板 兩面是不同的材質 這塊打點板是把兩個不同的材質 做在同一面 這樣的好處是 你可以用來訓練一些手法 例如左手右手打在不同的區塊上面 利用這個不同的音色來判斷這個手法 在聲音上面應該具有怎樣的特性 這個打點板 背面也是有貼一些高密度泡棉 但是注意使用久了以後 高密度泡棉其實是會塌陷的 再來這個打點板是Ahead的打點板 這個打點板它有三個不同的區塊 黑色的這個區塊是最堅硬的區塊 聲音也比較大 比較尖 比較亮 灰白色的這個區塊 聲音比較溫和 彈性比較好 這個深藍色有點軟的 凸起的這個區塊 它裡面是膠 彈性比較差 適合去感受這種 彈力比較弱的 這種手感 這個打點板 背後有比較厚的高密度泡棉 另外挖了兩個洞 這個是為了讓它打擊的時候 有一點共鳴的空間 聽起來會有一些共鳴的音色 再來這一塊是Ahead打點板 這塊打點板比較特殊 它的表面材質是碳纖維 背面 除了有高密度泡棉之外 這裡有一個鋁板 裡面鎖了一些鋼珠 你可以聽到我在搖晃的時候 鋼珠在裡面震動的聲音 這個裝置有一個作用 就是在你敲擊的時候 鋼珠跟鋁板會互相的震動 會產生出類似響弦的聲音 這樣的打點板音量是比較大的 基本上它的目的不是為了降低噪音而設計的 但它的好處是可以聽到非常清楚的演奏的聲音的顆粒 另外的好處就是 它的手感非常接近小鼓 現在我要說明 如何依照你的演奏需求來 挑選適合的打點板 第一種演奏需求 就是打點 打點是一種比較常見的說法 另一種說法 其實就是控制鼓棒 你要去感受 如何揮動鼓棒 以及鼓棒打到打擊的物體之後 如何反彈 這樣的練習 其實用任何一種打點板 都可以達到這個訓練的目的 你可以選擇這種小型的打點板 這個打點板在網路上購買的價錢 大概幾百塊 就可以入手了 當然 其他大型的打點板 以及有特殊音色的打點板 也都可以滿足這樣的需求 在打點的練習需求上面 所有的打點板都有一樣好的效果 第二種需求 就是移位的練習 就像是鼓手在鼓組上面移位 你要從小鼓移到TOMTOM 移到銅拔上面 有各種不同的方向 關於這一點可以使用多區塊的打點板 有些打點板 將很多的區塊濃縮在一個比較小的範圍 雖然它濃縮在比較小的範圍 但是對移位的練習還是有很好的效果 另一種練習的需求 就是模擬爵士鼓來練習節奏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另一種打點板了 像我手上現在拿的是 RSBN出品的大鼓練習板 這個是放在地上搭配大鼓踏板 它的功能是訓練你的大鼓踩踏動作 這個練習板不是買了它就可以用的 你還要搭配一個大鼓踏板 所以在購買大鼓練習板的時候 也要注意連大鼓踏板一起購買 如果你有這個需求 要模擬爵士鼓來進行一些節奏練習的時候 你會需要一個大鼓的練習板 以及模擬小鼓位置的練習板 以及模擬hi-hat位置的練習板 所以我會建議你使用一個雙區的打點板 例如這一塊 你可以用其中一個區塊來模擬hi-hat或者是right的音色 用另外一個區塊來模擬小鼓 另外一個模式 就是直接用一個打點板來代替hi-hat或者是right 然後用另外一個打點板來模擬小鼓 如果你的空間足夠 你也想要再繼續擴充的話 你可以增加一些打點板 來模擬hi-hat,right 甚至是crash 或者是來模擬tom-tom 也因此有些打點板是以整組的規格來進行販售 左腳會有一個踩踏hi-hat的動作 關於這個動作 也是有一些模擬的器材可以使用的 像我習慣使用的是這一個 這個是DW出品的lowboid 這個東西是hi-hat的前身 這是一個復刻板的產品 它是可以踩踏的 但是這個產品非常的少 可能在台灣不容易買到 是這樣可以踩踏的 我當初買這個器材的目的 是為了要搭配木箱鼓來做演奏 或者是搭配手鼓 在演奏的時候 左腳有一個踩踏的聲音 或者是你在練習鼓刷的時候 你左腳想要一個踩踏hi-hat的聲音 這個工具是蠻方便的 但是剛剛已經說了 這個東西不好買 那你左腳想要一個踩踏hi-hat的聲音怎麼辦呢 我找到一個非常簡單的解決方式 就是我手上的這一個 腳踏領鼓 它的後面是魔鬼毡 可以固定在左腳的腳掌上面 上面是一個小小的領鼓 在踩踏的時候會有領鼓的聲音 所以你在演奏的時候 透過左腳的踩踏 這個領鼓發出聲音 可以模擬hi-hat的那個發聲的位置 雖然音色不是hi-hat的音色 但是整體效果是非常好的 講完剛剛的幾個練習需求 我們來說明一下 還有哪些配件是你需要注意的 第一個最重要的配件 就是鼓棒 不管你買了再好的打點板 擴充了再怎麼樣完整 如果你沒有鼓棒的話 你這些打點板都沒有辦法使用了 如果你是初學者 不知道怎麼樣選擇鼓棒的話 我會建議你 先選擇 規格在5A左右的鼓棒 大部分的鼓棒品牌都會出這樣的規格 除非你是手非常的小 又或者是年紀很小的孩子 我會建議你 試試看使用7A的鼓棒 這個鼓棒會比較細 如果你的手比較大 你想要握感比較扎實的鼓棒 你可以選擇5B這樣子的規格的鼓棒 另外一項配件 這個膝上型的電洗板的固定座 這個固定座可以固定在你的大腿上面 然後把打點板 如果有這個螺絲孔的打點板 可以鎖在上面 這樣就可以放在你的左腿或右腿上面來進行練習 這個好處是你可以帶著到處跑 如果你要表演 在上台前需要暖身 或者是你要旅行 你想要在旅途當中有一些練習的機會的話 這是很輕便的選擇 還有一個配件 我沒有在這裡展示到的就是靜音銅拔 靜音銅拔它有一個好處 它的觸感是銅拔的觸感 但是音色卻比正常使用的銅拔小非常多 如果你不介意再購買一個hi-hat架的話 靜音銅拔的hi-hat 以及ride還有crash 這樣子的搭配 對於有的演奏需求在於 模擬爵士鼓的人來說 這樣的搭配是非常恰當的 講到最後一個配件的同時 也要說明居家練習的最主要的注意事項 就是噪音 雖然說比起傳統的爵士鼓 練習版的噪音已經小非常多 但是它實際上會以震動的方式來干擾到你的鄰居 特別是你住在公寓裡的時候 當你在敲擊 這個震動會傳導到腳架 然後經由地板去干擾到樓下的鄰居 為了減少這個震動 我會建議你使用巧拼、泡棉、橡膠地墊 然後把你的達典板跟腳架放在這個地墊上面 你鄰居聽到的聲音就會比較小聲一點 以上是達典板的簡單介紹 在疫情的期間 希望各位快速的找到適合你的練習方案 還有很多種不同的達典板 你都可以在網路的商家上面找到 請大家踴躍的購買 用消費來支持我們的經濟 繼續運作